大家好 這段是要跟大家說明 小型噴霧器 使用教學 旋轉噴嘴 可以調節強度 這個藍色的小型噴霧器 我用了很多年 那這個有一個 缺點 就是裡面裝的酒精 太少的時候 會頭重腳輕 瓶子容易倒 那這個我平時是放在 桌子的角落 有的時候沒有注意就會去碰一下 他會掉到地板上 那這幾年來差不多掉了50次以上 沒辦法 摔壞 那這個 噴頭的部分 已經鎖不緊了 那就要換掉這樣子 換買另一種 那會買這一種的 原因有 一個是 瓶子是透明的 也沒有頭重腳輕的問題 接下來他這邊有寫 酒精可用 酒精可用 那通常這種 小型的噴霧器 裝酒精 裝水 都是OK的 其他用途 寫在這邊 那這篇主要是跟大家講一個重點 如果你沒有接觸過 噴霧器這種東西 請注意一下 不是裝好酒精後 鎖上 噴頭 就沒事了 不是的 你還要旋轉這個噴嘴 這個地方叫做噴嘴 還要旋轉 那近距離的話 噴出來要呈現霧狀 這個地方要注意一下 你要去旋轉它 然後噴出來要呈現霧狀 這是這一篇要跟大家講的重點 旋轉噴嘴 調節強度 噴出來 因為是近距離 噴出來要呈現霧狀 呈現霧狀 看一下 這個就不是霧狀 有沒有這個就是呈現霧狀 我大概要這樣子才ok 那個是酒精 這個不是水喔 這個是酒精 那你要買一個 小型的 露斗 才可以 這樣子 添加酒精才不會露 露出去這樣子 字幕 弊火薄 咳咳咳咳咳咳 然後 貼上 下向 方便識別這個瓶子是做什麼用的 我後來才知道原來那個裡面有個白色的球啊 那個是可以顛倒的噴 就是你倒著的話也可以噴 因為一般這種噴霧氣 它沒有辦法顛濃噴 顛倒的話會吸不到裡面的酒精 如果是裡面的水就沒有辦法顛倒 那這一個那裡面那個 有一個設計可以顛倒的噴 非常的棒的一個想法 一個設計這樣 像這種小型攜帶的 這種的那個噴霧氣這一種 它是沒有辦法顛倒的噴的 有沒有這個防蚊液啊 它最重要的是裡面的香茅那個味道 那因為它的量很小 才那麼一點點 量非常的少 那最主要是那個香茅的那個味道 有就可以把蚊子趕走這樣子 然後再加入酒精 我就可以提高它大概五倍以上的那個用量 因為這個最重要的是那個香茅的味道 我就可以 這樣提高五倍上的用量 這樣提高五倍上的用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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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裡面那一顆球的作用是可以顛倒的噴 圖文說明頁面這個網址貼在YouTube的註解這邊 點一下就到這個圖文說明頁面 因為有些圖片文字要參考還有連結要點擊 點擊顯示完整資訊裡面有個DNA贊助連結 如果可以的話大家可以透過這個連結 DNA資金給我贊助資金給我 謝謝大家耐心收看此段視頻